请看 好 幸福的灵体 ここで彼らは自分たちの軽弾みな行動を後悔することとなる 真っ赤だ真っ赤 気持ち悪い そんなのね カメラを下ろし 櫻あの空が必殺してる 急いた 飛だね だらけちゃんから逼然 おや brutから全く走っている Thank you so much そ 살아 ラッジ institutions 密閥 また見てもらって 今日は正月そんな犯例で この複雜 inclined でもドロールが非��� novel Optimus 来 欢迎第一棒王凯 给讲电话的下场就是 讲的故事呢 约莫发生在三年前左右 然后那时候我去东南亚去曼谷度假 然后度了假大概两个礼拜 回来之后 回来台湾之后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都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 然后刚开始我就一直以为是 从东南亚吃坏东西回来 或是回来之后学徒不服之类的这样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然后那个梦境里面呢 是一共交我有四个人 两男两女这样 在那个梦境中 我知道我讲的不是中文 而且我也知道他们不是台湾人 然后可是我却能跟他们沟通 我却听得懂他们讲什么这样 就我就坐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马路边 就正马路边哦 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坐在 就像斑马像旁边那一块 四个人坐在马路边喝酒 喝啤酒这样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生 他就跟我讲说 酒好像快没有了 他想要去对面的小吃摊买酒这样 那我在梦里面也跟他讲说 哦好那你们就去 他就带着他旁边的女生就去了 那梦里面的时间过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过了很久 我就跟我旁边那女生说 他马上去很久了 我没办法去看看 结果我就拉到那个女生 过了马路到那个小吃摊 一到那个小吃摊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可怕 他整个光是那种 青绿色的光 然后整个的环境 就是令人家感觉很不舒服这样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 我就开始在找我的朋友 我是先看到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呢 就是整个是整个人呆滞的状况 然后全身无力坐在那个板凳上 他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看着我 然后当我看到那样的时候 我已经吓到了 我就马上开始在搜寻 那个女生到底在哪里 结果当我看到那个女生的时候 那个女生更是恐怖 他就坐在小吃摊的那种木桌子上 然后脚跨在那个铁板凳上 他的样子就这样 这样子在看着吗 这样子看着 对 然后我当下就整个吓到 吓到之后 因为我在梦境里面 他是我的朋友 我就过去抓着他 我就没腻死命地就跑 可是我在抓着他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他在我后面 是一直尖叫 一直在甩手 一直尖叫这样 后来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跑了多久的时候 我一回头看 回头看完之后 他穿的是那种半截式的小可爱 他整个的金 这个看得到肉身的地方 写满了那种红色的泰国的经文这样 我整个就吓醒了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 我整个人就是开始魂不守舍 就像那个人家讲的三魂扫的七魄这样 我连照我家楼下开个门 我都会被自己的影子吓到 然后在街上走路 公车按喇叭 我实际上会try一下那种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不对 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是 他读信藏传佛教 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他就跟我说 因为过两天刚好有个人波切要来 那你也不要跟我去到场 那我们一到到场的时候 人波切看到我 他也没有跟我多说什么 他就过去叫我跪下 先帮我灌顶 灌完顶之后呢 他就叫我双手和石跪在他面前 他帮我念了大概20分钟的经文 念完经文之后 他就问我说 你最近有没有去东南亚 我就说有 我刚回来没有多久 我没有告诉他我做了任何梦 他问我说 你在梦里面那几个人 你确定你都没有认识 或是你没有看过吗 我就好好的回想了一下 结果我想起来 其中有一个女生 就是跟着我一起到小吃部去找 那些人的那个女生 是我在曼谷的时候 在夜店他跑过来跟我搭讪 但因为他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 所以我就留了一个假电话给他 但是过没有多久呢 他就拿了一串像这样子的这种 饰品 小猪猪的饰品来送给我 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 我就收在口袋里面带回来台湾 然后那个师傅就说 你尽可能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把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时间来找我 你就交给你朋友 把它带来给我 然后这个故事呢 后来 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撞邪了 还是在东南亚被下骨了 但是在经过了师傅的灌顶 跟祈祷之后 我就整个人有比较好转 所以人家送的东西不能乱收 对啊 尤其他人不太忘记了 尤其长得不怎么样 然后才会留假电话给他 好坏哦 重点是不怎么样 不浅 你不能乱吃 喝饮料或什么 其实 因为酱头很多都是在这个时候 去放下 对啊 好啊 来 请坐 谢谢 来 马姐要帮我们分享一下 对 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事 也是陈老师帮忙处理的一个故事 所以应该讲说这个A小姐 这个A小姐呢 她在日本小有名气 普瓜哦 而且还出了书哦 那她回台湾也有她的工作室 有时候日本也会介绍人来台湾找她 她也去帮人家普瓜问事情这样子 那后来呢 有一天她台湾有一个朋友 就跟她说 哎 某某地方有那个观录音很灵耶 我们要不要去 去玩一玩这样 去看一看 对不对 那因为她对玄学跟这个灵异方面 她很有兴趣 她很想知道 她也很想自己好像除了普瓜之外 还能更进一步这样 她就说好 她就去 去了 去了那天呢 这个朋友 带她去的这个朋友 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生 好 这个女生 我们就叫她B小姐好了 这个B小姐也跟这个A小姐表示说 她很想学普瓜 她对于灵学呀 现在对于这个命理方面 她也很有兴趣 但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她就有几次的经验 听到这个B小姐说 她也想去泰国学养小鬼 她也想去泰国学练英诗油 因为她觉得说她可以回到临森北路 开一家小店 她只要把英诗油卖给酒店的上班小姐 她就可以赚很多钱 好 所以她就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B小姐 你完全是以恋财为目的 心怀不滚的心素不振 她就觉得说她不要再教这个 不要再跟这个B小姐 有多一点这一方面的接触 有一天她就婉转地跟B小姐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教你普挂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时机还不到 或者说我自己可能还要再学习 所以我没有办法 她就比较完全地拒绝 她认为说她这样讲的 这B小姐应该不会生气 没想到这B小姐其实就已经翻脸了 就怀恨在心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B小姐带了一个高中生 一个高中男生 就当她的工作室去找她 然后就跟她讲说 就故意来聊天啊 聊一聊就说 我们来玩蝶先好了 反正没事嘛 那我们来玩蝶先 她就把蝶先的东西拿出来了 那就表示她是有备而来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 她就说那我们来玩蝶先好了 她就把蝶先拿出来 就这样 这个A小姐哥哥是一个牙医 那刚好就在A小姐的工作室 那就说那这样哥哥也在嘛 那我们四个人来玩 就刚好两男两女在玩这个蝶先 可能是因为她普挂 他们有念咒语 或者是他们这几个人 都是对灵学学院学很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请蝶先很快就请到了 好 然后就开始问说 那你是男生和女生啊 这个蝶先就开始跑 大家在手放上 蝶先就开始跑 他们都还没有找到那个字在哪里 那蝶先已经跑到 富 就是富人啊 富嘛 他哥哥就好奇说 那你是神 还是仙 还是鬼 这样 他就跑鬼 然后他们就想说 这样那你是哪里人啊 就这样 然后这个蝶先就一直跑一直跑 就不给答案 后来他们就发现 这个蝶子这样 浮起来 它是没有靠在 学院工上没有靠在地上 就这样 你会看到这个蝶子这样跑 但是它没有声音了 可是他也不愿意回去 他就一直 怎么办怎么办 他就大叫 他就问他哥哥 这哥哥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蝶子已经这样乱跑 他已经浮起来了 那因为他哥哥是修冬蜜的 我就知道他什么叫冬蜜 就日本的蜜宗 他们就叫冬蜜 他是修冬蜜 他哥哥就跳起来 点了三支香 然后就念他的咒语 这个蝶先就回去了 就平了 那已经完了 结束了 把他再停 好 大家完蛋就散会 散会就各自回去 那因为这个 A小姐 她的办公室 跟她的住家 其实在一起 她就是一个 像小套房这样 然后前半截 是她的工作室 后半截 就是她的房间 她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发现 一天过去 今天怎么都没有 没有办个生意上门 连打开电脑 MSN都没有人找他 也没有人打电话来 电话也没有在想过 他奇怪了 怎么会突然间 生意变这么差 就这样一转眼 一个礼拜过去 一个月过去 都没有人来找他 他学生奇怪 然后后来有一天 她就走过这个客厅的时候 突然间 她的客厅的茶几上 有一个 有煮 他们有泡茶 是不是有水壶 有电磁炉 他旁边有个电风扇 他这样一走过去 这三个端子打开 同时启动 他启动 他想 奇怪了 为什么 这些同时启动 他想要 他这样 插头没拔 他就去把插头拔下来 拔插头的那一剎 他心里还在呛说 我现在把插头拔了 我看你们在启动 和阿飘们宣战 会招来什么恐怖的下场 广告 他很铁词 你知道吗 还在呛 因为他就是 他对那一方面很好奇 他又不是那么怕 所以他才会去 敢去学这些 他就说 好 我把插头拔了 我看你们在启动 他们就 这三样东西 真的就停了 你知道吗 停了之后 他又回到他的书桌去 他就要拿memo子写东西 那个小的便条纸 他要去拿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把它推走了 你知道吗 就memo子就跑了 他就跟着再去拿 再去拿 就一直跑 在那个memo子再跑的时候 他突然就想到 这一个月来 都没有半个人来他这里 从那一天 他们玩完蝶仙 那晚上他就没有办法睡觉 每天晚上 他都没有办法睡觉 头痛到他半夜要吐 然后头痛到想吐 然后就去挂起这个 就要一直反复 就一直生病 一直不舒服 然后家里有事情发生 然后都没有人来找他 后来有一天 突然间 他就打开电脑的时候 他发现 电脑上怎么这么多人在骂他 他的MAS人 每个人都留言说 这某某某 你是跑哪里去 你怎么留言也不回 然后怎么打电话也不接 去你们家按电灵 也没有人开门 他说我明明在家里 为什么就 他电话也打不出去 他也找不到别人 别人也找不到他 后来有一天 突然间他们家的门里想 终于想 他就去开门 就要去开门 开门是他一个 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 那个朋友从日本回来 就来找他 就来找他 他跟他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你是很不舒服吗 他说对啊 就很不舒服 但最近怎样 你的生意好吗 他说不好啊 他就没有人来找我 就没有生意 然后他也很 他也没有讲得太明白 他就说人不舒服 然后你没有生意来 那朋友就说 那你没有生意来 那你要不要再回日本 因为他们是日本的朋友 他说那你要不要回日本好了 因为他这个女朋友 在日本开餐厅 他说那你再回到日本来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些我的客人 那你也可以生意好一点 让你也可以再有收入这样 回到日本去以后呢 那就朋友也帮他介绍了 蛮多客人 那有一天呢 他们隔壁的 有一家餐厅的姥姥 从哈尔滨来 他们就说 那个姥姥是看得见的 他就跑去给那个姥姥看 那个姥姥这样一看 他就说 他这个女生 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他但是呢 这个女的现在也快要 没有那个 没有耐心了 他你要再坚持下去 就跟他讲 好 说到这个女鬼 你知道吗 这个女生 在他很不舒服 头很痛的时候 那一阵子呢 他就每天听到 有他的右边的耳朵 有一个女生跟他讲说 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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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说跳下去 跳哪里去啊 跳下去 他其实平常 他都是抗拒这个声音的 他听到这声音 他都 他都不要去听 你知道吗 可是当他偶尔 有一下子是精神恍惚的时候 有一次他真的爬上了顶楼 而且他就这样往下看 要准备跳下去 你知道吗 他就要看下面 下面都是店家 都是那个遮雨棚 他想他跳下去 会摔在人家 遮雨棚上面 这样人家一定就不敢做生意 他就觉得这样 对人家不好意思吧 后来他这个声音就跟他讲说 跳远一点 他跳远一点 跳远一点 挂在行道树上 那不是很难看吗 他心里这样想的时候 他突然就醒了 你知道 他想说他为什么在顶楼 他好害怕 他就赶快冲冲冲冲下去 就是因为他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常常听到有人 在他耳朵旁边 叫他要跳下去 所以他才最后决定去看精神科 那精神科医生 就是除了开药给他吃 也是跟他讲说 就是压力太大 他说这个叫 你应该 可是他吃了那个药以后 他就是整个人就是不舒服 他的精神科的药 已经吃到八颗 有一天他就在某 就是一个餐厅的地下室 他在洗手的时候 他抬起头 突然就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男的 从这样走过去 那有人走过去 女厕所有个男的这样走过去 你会很本能地去看一下那个男的 会吧 对 他在洗手 你看一个男的走过去 他就这样一看 没人 他就是 来了 对 他蛮奇怪 来了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完全可以看到 但是他刚开始 他并不知道说 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有一天他到7-11去 他就半夜 他去度责 他就下去买东西 因为他一个人住 他去身边那边买东西 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 刚好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奥巴桑 从里面这样推着一个娃娃车出来 然后他觉得奥巴桑长长得好怪 但是还是要礼貌上的打招呼 他习惯 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他就习惯跟他打招呼 他就说 你这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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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这样子 然后那个人也不理他就走出去 他就走进来 那柜台的那个电源就这样看着他就说 你刚才跟谁打招呼 他就说 刚走过去那个奥巴桑 推着娃娃车你没看见吗 他现在站在门口 那电源就这样看一下 然后那电源就不讲话 然后就帮他结账 结完账以后 那电源就躲进去了 你知道吗 就不敢再说 他就想奇怪 这个怎么 难道只有我看见吗 为什么他的表情这样奇怪 他明明他也在外面 他就走出去跟奥巴桑讲话 他跟奥巴桑讲话 奥巴桑也没有回答他 旁边是不是那个金属的门会反光 他那个金属门反的那个 没有看到奥巴桑的老奥球 他就确定 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好 那最后呢 找了那个陈老师 然后陈老师看到他以后 他就问说 老师我是不是那个 被女鬼 跟他就大概讲了他的状况 比如说他帮人家扑挂的事情 那怎样怎样 老师就说 他被下降头了 下降头 他被下降头 他自己不知道 他说 我是被下降头 不是因为说 我帮人家扑挂 然后我就要帮人家背人家的 什么 冤 什么 冤亲在 冤亲在吗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 是被下降头 他想了半天 就是那个B小姐 不知道跟他学东西 他不肯 跟他学普卦 他不肯教他的 那为什么他证实这个B小姐呢 因为这个B小姐 之前他就会认为 他的观念不对 所以他不教他 后来他发现 这个B小姐的姑姑 跟他同样是在 南投的山上修行 有一天他的师傅 就是帮他 在教他 打坐 修行的师傅 就把他叫我去说 你是不是有 你怎么认识 某某某的 他你是不是有 收了人家20万 答应人家 教人家普卦 但是你没有做 不这样 那他就说 我没有啊 我没有收他的钱 我也从头到尾 没有答应 要教他普卦啊 这样子 那他就很生气 他就回去 这MSN就跟这个人 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在 师傅面这样讲 我什么时候 收过你的钱 这样这样这样 从此以后 这个女的就不见了 后来那天他就去 陈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是被下降头了 那他就说 那怎么办 要不要去找到这个人 要不要怎么解 老师说 不用讲了 不用解了 不用去找这个人了 你就照这样做 这样做就好了 就比如说 他第一次老师 开三张福给他 他回去照样做做 做了三天之后 有一天他就看到 一个白丝段 在他的窗前面这样飘 他晚上要睡觉 去关窗帘 他就看到这个白丝袋 这样飘 他就觉得 这为什么是 是不是人家的衣服 飘过来吗 还是怎样 他就把头伸出去 他竟然看这个白丝段 它是没有进步的 也不知道从哪里飘过来 就是这样 他吓死了 给他窗帘观察 第二天他就冲去找餐 老师 老师我昨天看到白丝袋 老师 好 那没关系 又给了他九张 给了他九张 回去说 你还是照这样做 这样做 你做完九张之后 你就可以拿衣服来了 他前面是不行的 是他做完 做完这么多关之后 才可以拿衣服来解 那我们说 老师那他这样不是严重吗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 他就已经是 吃八颗药的人 你再跟他说 你不是要吓死他 所以老师就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 你就乖乖照这样做 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就这样做 好 他就做 做完以后就把这事情解掉了 这一件事情 让他折腾了十年 十年啊 十年 所以说我说嘛 遇到事情一定要去查清楚 好不好 今天又给各位上了一堂课 谢谢马老师 不敢说 他一定要去问清楚 是 来 来 欢迎小鱼 我同学呢 他在班上 我们下课通常都会约说 一起去看电影 或者是拍大头贴什么的 但我这个同学他怪怪的 他就是平常 他不喜欢跟大家出去 hand out 他喜欢一个人 然后看那种节目是有关于 鬼故事的一些怪谈那种 所以我们久了久之 班上就觉得他有点怪怪的 就帮他取个外号叫阿怪这样 然后有一天阿怪呢 他就说 他要下课 就是去 以前是那种唱片行是卖那个录音带的 他要去买录音带是有播那个 鬼故事的 那那个时候阿怪他是在台北租房子 他是自己住 所以他就跟着他那个朋友 然后就一起到他租房子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很开心啊 因为那个鱼大妈的两卷是讲鬼故事的 就开始放 然后把灯全部关起来 关到非常非常暗 就只点两支那个白蜡烛这样子 干嘛 你这样好可怕 他要那个要气愤 那他跟他的朋友两个人在听 就听到某一段的时候 他开始停住 然后到前面那一段 又重新讲 讲讲讲讲 然后讲到某一段 就是刚刚停住的那一段 又突然卡带 又回到前面 然后又一直repeat某一段 一直repeat那一段 那因为录音带这种东西 他不像是CD 他不是说按一个键 然后他就可以从前面一段 或者什么 他只能按倒带或是快转 他这种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一直在repeat那一段 后来他就也没有要按pose 他直接把那个卡带就是拿出来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听了 他已经一直repeat 然后就觉得好吧 今天反正你听很多故事 他就跟他朋友讲说 那改天再约要这样 他朋友就回家了 他就把那个录音带就收到盒子里 然后就把他录音机 那时候是小小台的那种 就把他收在他床的旁边的一个 地上的一个柜子 就把他收进去 然后把柜子门关起来 然后当然就是 结束了这一天 他就开始要睡觉 然后睡就睡 因为他听到在睡觉的时候 靠近柜子那边有脚步声 但是他住在那边那么久 隔音一直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租房租在那边也有几年了 不会有脚步声啊 他觉得有点怪怪 可是因为他听了一整晚的鬼故事 所以他觉得如果现在张开眼睛 可能看到他不想看的东西 所以他选择不张开眼睛 然后那个脚步声就 有大概是两个人的声音 脚步声就在那个 他床的旁边这样走 后来他终于勉强逼自己睡觉 然后隔天起来 他当然也是查看了一下 后来就觉得 那个柜子怎么有一点打开 可是他租的房子是没有窗户的 不可能风把柜子门 那么重的门把它打开 就是摆录音机的那个柜子 然后因为又联想到 他听到了脚步声 在他床旁边走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先不要管这些 我就去上课 我照常过我的生活这样 我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胡思乱想 后来他就去上课 然后上完课 他就去打工 然后打完工就是回到家这样子 打工完也很累了 他就睡觉 然后今天在睡的时候睡一睡 他这时候听到那个柜子声音 柜子门打开的声音 他听的声音非常清楚 而且是比昨天的脚步声更清楚 他就会心里想 怎么办呢 我现在要去 我要把眼睛张开 我要去查看这一切吗 还是我就跟昨天一样 我就是逼自己睡觉 这事情就过了 好 我先忍耐好了 他就眼睛闭起来 结果这时候 他又听到 柜子旁边又有脚步声 两个人的声音 而且是越来越靠近他的床 后来 因为她是这样子抓着被子的 他就听到那个脚步声 往他这边一直靠近 然后走走走走 他違读發現有人这样碰他的手下 他就当然忍不住しい 定位馬上睜開了 嚇一跳之後睜開 然後就旁邊絕對是沒有人的 沒有那兩隊的腳步聲 根本沒聲音 但是他一看那個櫃子的門 的確整個打開了 可是他今天根本 完全沒有去動收音機 那櫃子怎麼可能打開 後來他已經覺得他有被碰到了 他覺得他已經到極限 恐懼的極限了 他不能再 再繼續住下去 然後他就連夜 趕快收拾行李 然後就跑到朋友家 結果他打一個朋友的時候 他就說 你現在在喔 好那你先過來 你今天真的很奇怪 然後阿怪就講說 我是怎樣奇怪 好我先過去你那邊 結果他過去他家之後 他跟他一起聽鬼故事的朋友 就說 我今天傍晚去找你 為什麼不開門 阿怪就說 我那時候在打工 傍晚就是下課之後 我去打工 我都不在家 他說怎麼可能 我去外面那時候 要按電停的時候 我明明聽到你房間裡面 有腳步聲 咚咚咚咚咚 來門口 停了一下的聲音 我想說你要來開門 結果又咚咚咚咚 那個腳步聲又離開 往房間的裡面走 我清楚聽見 裡面有腳步聲 你說你不在家 阿怪說我真的不在啊 我禮拜九 我禮拜九 我真的是打工 我那時候他朋友也毛起來了 他們就在想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因為他清楚他朋友清楚聽到 這樣子的聲音來回了兩三次 他都一直覺得他朋友要來開 阿怪要來開門了 可是就是沒有人來開門 可是他聽到那腳步聲是 走走走 靠近門口之後 可能還這樣靠近門去看一下外面 但是就沒有人開這個門 後來他們兩個就覺得說 這會不會跟鬼故事那天有關 他們兩個就仔細的回想了一下 那天一直在重複的那一段故事 是講說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擔心家庭 這個小朋友的爸爸 是平常很愛酗酒的一個爸爸 然後這個父親他平常只要喝了酒就會打小孩 就是會家暴這樣子 然後那個小孩就會就是這樣走走走 就是要跑啊 然後他父親就是喝醉 然後也在那邊追著小孩要打打打 後來他活活的把這個小孩打死 在酗酒的時候 這是一個家暴案件的一個鬼故事 他們就突然想到 他們一直repeat聽到這一段 然後他們就覺得會不會那個腳步聲 一直聽到的跟有碰到我手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跟我們一直重複聽到的那件事是有關聯的 後來他們跑去問到一個就是 比較懂這種靈學的老師 老師來跟他們講說 因為你們在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們好像氣場就是很喜歡聽關於這一種的 所以那個小孩想要把這件事情傳達給你們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講給你聽 那你們把那一段我聽聽看 他說好啊錄音帶在這裡就是要播要play 不過沒有那一段 根本沒有就是小朋友被活活打死的那一段 而且他們仔細查看了錄音帶上面的故事 也沒有這一段 所以根本不是在這個錄音帶鬼故事裡面 而是那個就是被活活打死的那個小朋友 他想要傳遞這個訊息讓他們知道 所以藉由這個錄音帶 然後讓他們知道 但後來這我的阿怪這個朋友當然就是 後來搬走了 然後才就是結束了這些事情這樣 我不要為你幹嘛嚇著 我不要小心 對啊 好的 覺得小小魚講話比較恐怖的請亮燈 預備 1 2 3 各位觀眾 要為你解惑也 今天有三張觀眾寄來的照片 要請教小楠老師 恐怖了 恐怖了 第一張是在民雄鬼屋 很恐怖 這一張是在民雄鬼屋 然後在這邊拍到一個清朝人 有沒有看到清朝人 真的耶 是透明的 他有點半透明狀 但是清朝人他蠻有趣的 他來自現代 為什麼 他有一點是 現在科技加上去的一個 是加上去的 奇妙的鬥趣的照片 所以不需要害怕 第一張民雄鬼屋 哦 無賴 第二張 然後第二張是 我們最熟悉的火車 嗯 在火車頭的部分呢 拍到了一個 透明的一個半身的人影 背影對不對 嗯 他其實比較像正面 但是這位好朋友他其實 也蠻溫馨的 他不恐怖 因為他來自於 一個非常盡忠職守的老員工 哦 對 所以其實不管我們在 在我們社會上或空間上的 任何一個角落 其實 他們都會在 他們原來的地方 maybe盡一份力 maybe他可能沒有辦法 暫時到任何地方去 不一定都是代表有惡意的 嗯 第三張 最後一張 又比較 最後一張 你看強大的手勢 啊 哎呦 哇 哇 這個很明顯耶 而且他 為什麼這樣 是有點半透明喔 對啊 是有點半透明喔 沒有他的 因為有人跟我說 是不是服務生 我說不對 因為他跟人的比例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他臉上的光 跟整個就是 跟現場環境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只能說 拍到這些 拍到這位好朋友的 這些可愛的年輕學子們 好好去你們的餐吧 如果你們 在那一天吃完餐具之後 有感受到 小小的輕微的不舒服 或者是 感冒啊 什麼之類的 去廟裡面走走就好了 OK 對 也是路過的嗎 他只是來看看吧 他本來就在那 對他本來就在那 然後他並沒有什麼很 直向性的 敵意要針對誰 所以還好 來 接下來歡迎阿松 大概六年多前 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跟我老婆 我們去台北旅展 就看到 哇 有一些就是 很有名的 號稱六星級的汽車旅館 在那個旅展裡面賣他的券 住宿券 那我們看 原價七八千塊 現在打五折 四千塊不到 我們就買了幾張券 我記得那個是暑假 就八九月的時候 不要忘記還能買到便宜 住宿券 阿松嚇破膽的恐怖旅程 馬上回來 你們學校有校園鬼故事嗎 想讓名嘴的幫你說出校園 撞鬼經驗 來自星星的市 強力征求校園 太陽非常大 那因為太陽很大很熱 所以我們從台北玩下去的時候 其實很累 我們想說那我們先去Check in 洗個澡 睡一下 晚上要去逢假夜市 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做鞋木的就很愛吃 進了那個房間就看到 哇 落地窗 玻璃落地窗 然後呢外面是浴池 就是那個洗澡的浴池 然後呢有半露天的陽光 從外面灑下來 那進到房間之後 哇整個採光非常的明亮 你躺在床上看出去就是那個陽光 那個浴池 那個玻璃的落地窗很透 我就覺得很讚 哇很便宜的價錢買到 讚讚讚 那我跟我老婆呢 我老婆就先去洗澡 那我就在床上躺 因為真的很累 台北上一路玩下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就覺得 好像有人在看我 誰會看我 我記得眼睛張開 沒有人啊 就看看我老婆 她也沒看我啊 自己嚇自己 就躺下去繼續睡啊 那我習慣是左側睡的人 我就躺下去繼續睡的時候 一個左翻身 哎呦 看到了耶 我眼睛閉起來 但是我看到 我看到一個 一截大腿 灰灰蒙蒙的 我心裡就想 我眼睛閉起來 我怎麼看到東西 就想說那我翻正好了 可能我在睡覺或做夢 然後就翻正 阿娘尾一翻正之後 就不得了了 翻正之後呢 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 一個很劈頭散髮的那個頭髮 刺刺的上面這樣 我想奇怪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然後我想要轉頭去仔細看個清楚 不能動 我的身體 它不能動 然後接下來就是 開始覺得左邊的手肘 開始發冷 慢慢的就有種寒意 然後那個刺刺的 就慢慢的 開始 越看越多 越看越多 我想說完蛋了 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呢 那個東西好像突然發現 我在看它 它呢 除了刺刺的之外 我開始看到額頭 開始看到 兩個黑黑的洞 應該是眼睛吧 越靠越過來 先是看到額頭 看到眼睛 接下來是看到整張臉 阿娘尾 它整個人 你覺得它是 像Michael Jackson那樣 45度 靠過來耶 但是你不能動 你不能動 它的膚色是非常的 灰白 然後很像就是沒有血色 可是你看不清楚那個五官 整個就是 霧霧蒙蒙的 然後我想說 你到底想幹嘛 然後我就一直念一些佛號啊 呼請神明的那個名號 可是沒有用 然後我就開始看到 喔 它穿的大概就是短袖 可是你也看不清楚 那是什麼樣的衣服 其它只要是肉的地方 你看到的是死白的灰灰白色 就好像你在看那個 怎麼講 看底片 那種你拿起來看那種白白的 就看不清楚它是什麼 然後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應該是被壓了 然後我就一直大聲的 唸那些神明的名號 唸得很虔誠 然後唸得很大聲 在心裡我沒有辦法講話 沒有辦法翻身 可能我唸得夠大聲 它慢慢的就回去了 回心想要解脫了 要解脫了 要解脫了 它回去了 我鬆了一口氣的時候呢 它我手肘這邊的那個寒意 就開始退了 我想 還好過了過了 心裡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呢 才開心不到3秒鐘5秒鐘 我真的不知道那時間 到底有多久 因為真的過得很漫長 開始我覺得我的左腳 開始忍上來 左手肘開始忍上來 我想說 不是走了嗎 然後呢 我接下來就看到那個 頭髮刺刺的用 我開始破口大罵 我開始罵各式各樣的髒話 五字經 八字經 英文的 台語的 國語的 外國學回來的 不會懂的 也都拿來罵 然後這一次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它上來之後 不是只有這樣 它開始慢慢轉正 你就看到那個 整個下巴都看到了 半張臉 整個下巴整張臉 就是一個像破爛的洋娃娃 矇矇死白色 然後呢 還可以看到有點 黑黑一塊一塊的 不知道是歐青還是被打 他慢慢轉正 慢慢壓上來 你可以感覺到 你的身體越來越冷 然後 一邊 一開始是左腳 左手肘 慢慢的開始整個下腹部 你可以感覺到 他慢慢的轉正 他是要整個壓上來 啊 你好耶 鬼壓床是髒不開眼睛 我是眼睛沒張開 還看得到他 然後最可怕的是 他整個跟我面對面 整個跟我面對面 大概 我不知道那幾公分 但是你真的看不清楚 他的表情 但是你就是覺得冷 好像有人捧那個穴啊 直接倒到你的臉上 然後就是 刺啊 冰 然後就開始罵髒話 一直罵一直罵 一直罵 我覺得我全身都是汗 然後我整個床都開始濕了 然後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一直想要推我女朋友 叫他打我一下 要幹嘛就是不能動 然後到最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整個身體 就是上半身那個衣服 是白色的 是破的 爛的 然後有膚色的地方 就是我說的死灰白色 然後再快要崩潰的時候 我一直罵髒話 到最後我罵了一聲 然後整個人 坐起來 我就去車上把那個 我請一個小小的媽祖的神尊 吊在後照鏡 我把他拿來放在床頭 我把那個身上 我那個同事有去西藏拿那個堂卡 縮小的堂卡 拿起來請他床頭 把我的佛珠拿出來 我媽給我的護身符 什麼 兩邊床頭都擺得好好的 然後我女朋友洗完出來說 你中膠 為什麼你 動 這麼多東西 動在上面 我說 因為我們出外景嘛 習慣就是 只要來到這個房間 就先擺好 這樣子就互相不打擾 然後女朋友說 好好好 然後我們就睡覺 很開心那天晚上就一覺到天亮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馬上Check in 離開 Check out 離開 Check out 離開 Check in 換另外一間 先試試看 不要試了吧 我跟妳講都貼上來了 好 來 跟阿東講的恐怖的請亮燈 1 2 3 來… 交換位置 是誰在吃我的頭髮 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我鄰居身上 然後鄰居呢 他們小時候啊 就是每年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會跟他的爸媽呢 一起回南部鄉下的外婆家 他們呢 非常非常怕這個外婆 因為外婆呢 是一個非常唠叨 然後常規定他們很多很多事情 那這一年呢 外婆竟然給他們一個規定說 你們以後呢 洗澡洗完 一定要把浴室的每一根頭髮 都要剪得很乾淨 而且不可以用水 把那個用水沖 把那個頭髮沖到那個排水空裡面 好啦 那他們兩姐妹就說 喔好好好 那那一天呢 他們就去外面開始玩玩玩 玩了一整天啊 然後晚上呢 我這個鄰居他就要開始去 進去準備去洗澡了 洗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感覺說 欸 怎麼後面好像有這樣一個人 然後而且呢 還有一個聲音是 然後他就開始吸吸吸 他覺得說 感覺後面突然間好像有人耶 他就這樣子頭往下一看 衛登將史上最嚇人情節 都在他的雙腳之間 突然看到一雙 黑油油的腳 就是那種 腳是一散 有點那種油油髒髒的那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那隻 他一發走還想說 我要不要蹲起來往後看啊 然後那時候其實他真的 實在是想到覺得嚇到了 趕快整個人跳到那個浴缸裡面去 然後那邊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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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過一陣子 他稍微比較鎮定一點的時候 他頭往後一看 欸 沒有啊 沒有人啊 然後那時候想說 趕快把澡洗乾淨 洗完之後呢 這樣開門要出去的時候呢 他就想到說 外婆說 要把地上的毛髮給剪乾淨 可是那時候他已經嚇到 沒有辦法再一根一根剪了 他就趕快用水沖啊沖啊 趕快把那個 頭髮沖到那個排水孔裡面去 好啦 隔天呢 外婆呢 就跑來馬他說 你 昨天洗澡 是不是沒有把那個頭髮 一根一根的給我剪起來 然後他說 對啊 他說 你現在趕快去廁所裡面 去把那頭髮給我剪乾淨 然後他就 好吧 他就跑去那個廁所去剪 然後那個頭髮 那個排水孔上面 那個蓋子上面都頭髮 然後那時候他就趕快 就把它剪 剪乾淨 然後呢 外婆就突然站在他後面 就跟他講說 還有 那個把排水孔的蓋子掀起來 然後也把裡面的頭髮 也撈起來 丟掉 他在那邊撈 然後一根手指在那邊撈撈 突然間 他的手 突然有人抓住他的另外一 就突然抓到他的手指頭 他就 他的整隻手在排水孔裡面 一直掙扎 一直拔... 拔不起來 然後他就很用力這樣一拔 然後他就嚇到他 趕快去跟他外婆講 他說 怎麼辦 剛剛有人在排水孔裡面 抓住我的手了 然後他外婆就跟他講 就把他帶到外面 趕緊把他帶到外面來說 其實... 這個浴室呢 真的有鬧鬼 這個鬼也很奇怪 外婆在習慣 對啊 對啊 因為這個外婆已經 已經知道這個鬼的習慣了 他告訴他說 這個鬼 他很喜歡頭髮 很喜歡這個吃頭髮 如果你把這個浴室的每一根頭髮都剪乾淨 他不會出現 但是如果你沒有剪乾淨 他就會出現在這個浴室裡面 那他白天呢 他是不會出現 他是會在那個排水孔裡面 所以他也... 外婆為什麼告訴他說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一定要剪乾淨 你不可以用水把這個頭髮 沖到這個排水孔裡面 全部都會沖給他 因為都會沖給他 他就會吃這個頭髮 我知道 我很狠喔 真的嗎 我這句給我剪出來 對啊 不要叫 出來 別講清楚 外婆 有這麼好趴 裡面有還想去挖 裡面有還想要去挖 嚴厲嚴厲 好 來 原來冰箱請講 這個恐怖的請亮燈 1 2 3 來 好 頒獎 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要揭曉 來 這是什麼 流星錘 好可愛喔 利鞋草莓錘 利鞋草莓錘 百分之百的正氣貫充的 鬼來就打 全部會誤上自己 好不好 來 劉烈 打鬼用的 好的 今天那個節目非常的精彩 故事非常的驚人 我們下一次見 謝謝大家 熊仔阿飄是自殺還是他殺 這個三盤兩釘 我祝你七千五好了 有一個女孩子從你肺 好像浮上來這樣子 他竟然把自己 頭整個放到那個塑膠桶 好